最好的设计 除了考虑功能和美学 还会关顾用家的需要 这种人性化的设计思维 又同理心出发 结合创意和用家经验 就成为独一无二的生活智慧 今集我们讲关于告别的设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感觉到了 死亡 我们从来没有办法可以去逃避 但要怎样去面对 却又一无所知 最终我们只会被恐惧 悲伤所吞誓 爸爸剛剛生年的時候過世 我們家人選擇了撒灰 因為是爸爸本身自己的意願 我會想用什麼方式跟他們說 令他們不會那麼傷感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自由 我也跟他們說我很喜歡自由 我真的不能夠 如果我死了之後 就叫我在框框裡面, 框那個位置 起初是很困難的 但是慢慢降落 他們就開始自己都表達到 他們想要怎樣 因為每個人的見解也不同 生死觀也不同 所以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挺特別的人生階段 還有我…作為…我是大女 我又如何安排爸爸的事 他們又好看, 我作主 所以… 我要表達… 爸爸當初他在意願上 用口說出來的, 死了 對… 爸爸臨離開之前 已經降低落他之後 想我們怎樣去面對他的死亡 剛好我發現了之後 我就在我家人後中發現了一些設計品 其實這個叫順便 是一個煞灰器 雖然它是白色 但是… 就是因為它的物料 可以讓我們用筆在上面寫上 即是不同的字句 我會覺得最後的程度 都可以抱著他 那天呢, 你們都可以抱著他 當初就這樣看一幅照的時候 看到有一個器皿 我還沒真正知道究竟使用的時候 是怎樣可以抱著他 去進行這個煞灰器 但是當我親手真的拿上手的時候 那個手感…我覺得挺特別 當我煞灰的時候 我相信… 會感覺到爸爸最後在我的手上 怎樣去離開 你有沒有想過 死後要土葬冒緣 還是火葬煞灰, 回歸大地? 要了解死亡, 就由最終結開始 以前香港主要都是土葬的 即使外國人也好, 或是中華人也好 都只要由土葬為主 直到香港在戰壕開始發展新九龍 就要準備好很多衛星城市 所以把那些噴場搬去和俠石 那時候差不多九成都是撞和俠石 所以和俠石很忙碌 一天可以撞幾十位, 人至一百位都有 變成真是很不夠地方 當時的安排只有要重用 直到香港七十年代開始提倡火葬 就開始有人討論這個話題 今時今日, 差不多四十年也有多了 就開始接受率真的很高 差不多現在有十位客人來 也有九位都說我火葬了 幫過先人 現在處理遺體只有兩個方案 在香港只有土葬或火葬 政府有很多原因, 建造不足的骨灰蔥場 市民會覺得在輪候的時候 或者在購買一個私營的時候 他的能力有限度 那時候他們就會去考慮其他的出路 把先人的骨灰放在骨灰蔥裡供奉 或者我們去選擇撒灰也好 我們都叫做二次葬 這種二次葬的選擇 其實以香港現在來說 這兩年的趨勢, 殺灰的選擇是多了 我看到數字一年後 幾千個殺灰的紀錄 差不多是一成左右 以香港在推廣環保殯葬來說 我覺得比台灣的數字 那個增長率是屬於高的 選擇多了 是不是就代表我們可以死得更好 死亡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事 最後一段的殺灰路上 在設計角度 怎樣可以結集新思維 令冷漠的殺灰器 重新變得更人性化, 更溫暖 大家就說, 原來老人家 我們是要買一些水果去探望它 但其實我覺得是一個了解 第一個步驟 我做了我想十幾年 設計與老齡的一些項目 在裡面其實接觸了很多老人家 不同年代, 不同文化 我經常說你跟它聊天 大家有個信任 其實到了第三次, 它也跟你說死 有些人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麼隨便說死 對生死, 我不會害怕 秦始皇這麼厲害, 你也要走 但是我不喜歡太過鋪張浪費 很不實際那些 這樣我是… 如果一個老人家走 你是保持一個環保的 我是喜歡的 如果你想他開心的 他還沒走之前, 你就對他好一點 錢化在這個時候 也比化到他不知道那個時候好 真的比社會叫做老人家的人 其實他們很快或很容易 就會跟別人說 我其實死後有什麼安排 我覺得是整個生老病死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死物雜作 我們很想喚醒很多中年、年輕的人 一起去尊重一群老人家 其實他們一個很著重的議題 就是說死亡 要靠自己計劃自己的死亡 所以這個首先要答出 不要去忌諱 甚至你們這樣的年紀 都去理解一下什麼叫死亡的時候 其實死亡是可以很禁忌的 而且未必是長者 我覺得整個概念是跨代共創 最重要是年輕的和老一輩的 一起去合作 我覺得每一代人 應該有自己的看法 是的 我經常都想著人走就如登面 其實是什麼都沒有的 我覺得你比我更開放 有時候我自己都… 我自己都會想想這些 但如果你真的叫我去選 我又… 還沒想到他怎樣去做 我們邀請了二百多位學生 設計學生和百多位老人家 他們都很熱心參與 一些生死教育的義工 為何要有這麼多人去參與 就是因為死亡的題目 離我們日常生活實在太遙遠 如果我們不去設計一個環境 或者設計一個環境 出來讓大家一起去投入討論 其實不會找到當中 對我們重要的一些點 我很記得我們那時候 同學做了這十個步驟之後 其實我們有幾個題目 我們很清楚花穴狀必須去參與 就是因為煞灰氣這件事 因為我們以為我們不能選擇 煞灰氣到後就只能使用那個 但後來找到一條 原來你可以自己戴 那一刻我們就開始談很多事情 其實如果可以戴一件自己的物件 它會是一件什麼東西 它有什麼是重要的 對我來說很有人味的東西 我就選擇了出來 有些關鍵詞 例如怎樣都會有詩意、擁抱 我記得我們倆一起見到擁抱 就馬上說這個… 這個是… 是鍵詞 這是鍵詞 當我知道其實是一個死亡的設計 我又知道要做一些跟煞灰有關的事 其實也有點擔心 因為其實人的生命裡面 生和死都有一個重要的時刻 如果一個設計師需要去設計一些物件 給一個這麼重要的時刻 其實也有點壓力 其實整個項目是一個共設計的創作 其實這個有別於我們一般做的設計項目 在這個項目裡面其實是市民的利益 是大眾的利益 也不能單純是我一個人的想法 我們是將這些大家對死亡 或者對離別 或者對懷念親人的一些期望 或者是需要 透過一些物件去反映出來 所以整個創作 或者不同的參與 對整個方法其實是有很大的作用 將使用者帶入設計的流程當中 透過了解使用者的心理 以及社會層面上的想法 共同設計出符合他們真正需要的產品 而在這個設計裡 我們也設計到用的人 其實他的身體一定要彎低 也好像是一個尊重、一個儀式的過程 他必定要這樣雙手 也要屈下的身體, 慢慢慢慢… 而透過很簡單, 譬如手部的移動 只要我需要向下, 骨灰便會慢慢… 隨隨地把整個殺灰的過程完成 年輕設計師, 天馬行空的思維和創意 正好用來衝擊傳統概念的高牆 我們今天有些東西給你們玩 這個題目很簡單 就是說你自己走到盡頭的時候 會是怎樣 你可以做一個一比一的模型 骨灰便會的話 如果是土作的話, 你們就想一下 是否我們要將自己摺著一塊 才塞進去 我會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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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死了的人和生人的關係 因為死了的人聽不到, 對吧 但你聽到之後, 你有感覺 我會想一下 跟她一起搶,由造型、經驗 到別人應該怎樣叫她 都可以想想 如果身邊的朋友看到後 會有甚麼感覺 死汗,時間流失 時間…沙漏代表這個時間 今天是一個很短的練習 《Brave》裡有一個很實際的要求 還有一些很感情的關鍵 譬如剛才的手 她是拿了最後接觸 作為她的出發點去思考 這個做法挺好,這個可以試到… 是嗎? 是 其實你看到她們想的東西 她們是很有新的興奮給我們 她們想到很多的意念 其實都是從她們關心的人開始 可能這樣是一格 我就做了模型出來 然後慢慢拉圓,就是最後 整個設計的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就是不斷再去提問 問一些問題 再要去解答 究竟我們是否包含了所有的想法 因為可能最初是一個很自然 很個人的一個想法 但我想在過程中 再如何透過提問 去找一些答案 現在答案其實是反映了 可能是實際的需要 其他人的需要 我想也是透過在後面 提出的一些問題 而要去解答的一個設計過程 就是通了電,然後放一些骨灰在裡面 對,當開了這盞燈之後 就會想起鮮油 只要你願意花一杯咖啡的時間 就可以認識更多 由死物帶來的生死故事 是… 死亡咖啡館 其實是一個很舒服 互相尊重的環境 是讓大家坐在這裡 去談生死問題 假期的時間 為何我們會過來傾身 有一個原因我們可以分享一下嗎 可能在這個地方 我會了解更多的是不同人 即是不同年紀,大家去看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這張紙其實是 你們一開始畫的一幅心理畫 待會有大概30分鐘的分享環節 想大家可能由這張紙開始出發 原來我是想這些 然後原來對方的想法 是可以跟我們有些碰撞的 瞬間遲的話 我覺得就不需要去想 但如果是一個永恆的事 就可能要花點時間去想 當你對於死亡 這個肉身的死亡之後的事 而清楚,你的心就可以定 其實死亡咖啡館的參加者 是有很多元化的 所以你是預測不到 你坐在那裡 你會跟哪些人去談 但一定會有的得著 就是彼此會尊重對方 而且可以找到相似的地方 和多元的角度 所以他離開了死亡咖啡館以後 我希望他們會用一個更加開放的心態 去跟他家人、他朋友 甚至是同事去談生性的問題 就算是有很多人去談生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去談生性的問題 我們要去談生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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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希望用一些新的方法 就是大家用一些去做 即是做這些事情 不用想太複雜 你說一個小人,那個人死了 之後身體會怎樣去呢 其實他們要放在殮房有多久呢 其實由死亡,即在病房裡 到殯和狀之間 其實親人的思念 去到舒緩治療需要多久的時間 所有東西量化了 譬如很多人說火化,去到花園狀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純粹可能在電視看過 或者在廣告見過 其實可能是很遠的 如果他沒有接觸過 其實他不會明白 所以順便的出現 就令到大家可以突然間 由很抽象的一些概念 花園狀,殯狀,棺材 突然變成一個物件 譬如原來一個人的骨灰 是1600克的 他們會突然有很多想像的空間 還有可以把剛才一個小時前 可能有一些好情緒上的想法 或者一些個人的經歷 可能先放在一旁 但是將那些經歷 或者甚至可以轉化 一些設計的方向 或者一些創意的啟發 但是如果那些物件設計得好一點 其實所有東西都已經安排好的話 其實就可以留下多點時間 以及心情去感受哀傷 我想這個在哀傷治療上也很重要 我們邀請了三組不同年齡的人士 來測試這個紙的灑灰器 你在眼前看到的這個 我們叫紙灑灰器 它的名字叫順別 可以讓家人透過這件物件 去改善你自己的花園狀的狀礼 你眼前看到它 其實就像一個順風一樣 待會你可以試試 灰色這個部分讓你摺進去 摺下來,這裡也是的 這樣就會變成熟 因為待會你可能要自己試試 入灰,因為這樣摺好了 你看到這裡是仙人 在愛的記憶 就是寫你仙人的名字 家裡的成員可以寫祝福給仙人 待會你就可以拿起兩隻手 慢慢殺 我想我心目中我的人自由 將他飛行 就是覺得這個就是那位親人 也會很捨不得他在這裡 我開始覺得有點兒戲 因為始終都是紙製品 尤其它的設計很有線條美感 這個感覺很現代 我的感覺就沒那麼儀式 我不喜歡這個樣子 對我來說太輕 這個戲名太輕巧 相對於生命來說 我覺得我會很容易 跟上一次殺灰的經驗對比 上次殺灰的時候 大家都假裝輕鬆 但其實殺灰是很冰冷的 大家有點割裂 但這個好像是我親手給他 感覺是比較溫暖的 好, 你好 我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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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好 待會兒骨灰就會放進去 就好像接一個盒子 就拿著它來殺灰 首先第一隻家人 看到第一次見 就会觉得很特别 不会很伤感 因为他们可以经过一些空位 写出他们对爸爸的挂念 或者其实也会看到有写祝福 所以家人也很静面 每一天大家都是在很忙碌的生活里面 但其实当有爱在里面的话 就算爸爸离开了 我都想大家一起与他 完成整个离开的过程 原来是经过了很多殯儀的程式之后 不是就这样就结束了 而是其实全家人都可以继续 去挂念爸爸 而且可以很近、很贴地抱着他 有点瘦, 让 有点伤, 他来到哪里 他来到哪里, 他来到哪里 我没有感觉到那么重 之前我没有感觉到那么重 但也抱着他, 让他离开 其实是很窩心、很甜的 也希望爸爸离开了 但其他家人都可以开开心心 健康生活 就要变得更加深刻了 例如我们一起研究 那边在排队 大楼上 和一中国人都可以 大楼上 非常適合 大楼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